主席 姑娘 什么事 世子爷好些了吗 你是谁 我是罗大人的部下 罗大人是定北侯的治疆 如今是这个牢房的主管 他伤得很重 需要干净的水食物 伤药 还需要大夫 你要知道 这会儿带人进来 太眨眼了 姑娘 要不这样 我这儿有些热粥 你先给世子喝一些热粥 至于热水和伤药 小偷随后就去准备 来 趁热喝吧 陆仙 没事 我看不见了 你 你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乖 你 我就想想要 你 我看不见了 我们 我看不见了 原本 你们可以毫无痛苦地死去 是谁派你来的 这重要了 要知道现在外面想杀你们的人太多了 不差我一个 活得那么痛苦 何屁呢 来 我送你们上路 我看你的形势作风 应该不是宫门中人吧 你是江湖中人 既然是江湖中人 那就应该知道风云令吧 你怎么知道风云令 说 风云令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就是一个侍女吗 如果我只是一个区区侍女 又怎么会安人无恙地待在这呢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风云令在哪 在哪儿 说吧 什么条件 我要你救我出去 你要知道 现在外面可是天罗帝国 所有人都想要他的命 我可没办法带你们出去 不是他 是我 你要扔下他 我跟他非亲非故 干吗要跟他死在一块儿 也对 不过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我自然有证据给你看 什么证据 我自然有证据给你看 什么证据 好 这个风云令果然好用啊 这么多人想要抢 到地狱里去抢吧 尊主 尊主 影子他得手了 罗永辰已死 影子人呢 还没有见他回来 是我们的人 看到罗家的家仆 慌慌张张地回去送信 才知道了情况 不过 这个影子人一向浩大喜功 又鞠躬自傲 恐怕 他是直接去对燕巡下手了 应该不会吧 尊主只是派他去对付罗永辰的 这些个江湖人士 有哪个人肯直接乖乖听号令的 算了 不管他了 齐敏尊主 我们的人传信说 影子被燕巡身边的小婢女杀了 他对影子说 他知道风云令的下落 这样真的可以吗 尽人世人 安天命 到底如何 要看天术 岳公子 岳公子 罗大人被杀了 走 李 臣子 子 你 叔叔 表 fan 真是天助我也呀 颜勋 你现在很痛苦吧 是不是很想就这样死了 一了百了 感感情谨 死多荣耀 没有痛苦 更不必恨 就当是睡了一觉 在梦里 你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狮子 父母健在 亲人平安 多美好 死总是最容易的 难的 是想死 却必须要活着 颜勋 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我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对我好的人 都死了 他们有的 被人利用 无辜惨死 有的 年纪轻轻对煎熬 尸首还被扔在乱葬岗上 就像一堆垃圾一样 世间应该是公平的 即便是奴婢 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道 人一生下来就要有三六九等 为什么狼注定要吃兔子 而兔子却没有反抗的权利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是因为兔子不够强大 要想不被人俯视 就要自己先站起来 颜勋 虽然我现在很弱小 但我有的是耐心 有的是时间 那些欠我债的人 那些欠我债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我会亲眼看着他们 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而付出代价 不然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明目的 也不会明目的 颜勋 你还记得你母亲临死之前 对你说过的话吗 她要你好好活着 即便苟延残喘 也要好好地活着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是忍辱负重 是卧薪常胆 是等待时机 亲手将那些杀死你亲人的人 手刃刀下 报仇寻寒 你身上有太多人的积蓄 有太多双眼睛在天上注视着 你忍心让他们失望吗 你忍心让他们死不明目吗 你甘心让你父亲的结局 这样毁于一旦吗 你甘心 就这样在这个新丑 离人作呕的牢房里 这样窝囊地死去我 你甘心吗 你甘心吗